上面写是中秋节可以用 基本上那这边就是全没有营业了是吧 那我这么过等一下 如果有人的话你也是这样说对不对 是不是我团的券 我他说中秋节不能用 但是我团的里面他没写中秋节不可以用 你告诉我哪个中秋节不能用的 对吧 我们有一书也要说 哇你那个看我用 那个是个网络公团店了 我们也跟他说了 我说这个套餐中秋节不能用 但是他不愿意 客人进来他也不允许进来 他说不能吃饭 然后就把他赶起来我也报警了 大家好 我是铁锅石油的老板 事实的经过我做一下陈述 就是在中秋节的下午五点钟左右 他来到我们小店 团了一张88的双人特会餐 我就告诉他节假日不可以使用 其他套餐都可以正常使用 然后他说他是美食餐店博主 是拍视频威胁我们 说要网报我们 我们并没有阻拦 后来他因为他驱赶我们的客人 对付无奈之下 我才让他出去的 然后我们就报警了 警察还没到 他就走了 我们也是北北北纷纷做生意 不会无缘无故的把客人拒之门外 我们店里也有监控和录音 我可以和你一鸡之目的 在这里 注意点准备 转发